Hello 大家好 今天有我RICO 郭力行的 除了我之外 大家都看到了 旁邊這位嘉賓就是 自己介紹也可以選擇 咦 這位主持這麼三面好 是嗎 對 不如先介紹自己吧 我叫欣明珊 新人來的是嗎 嗯 之前做過什麼 都算是新人 嗯 我當自己是新人 對呀 因為聽聞呢 今年你是開始獨立發展了 嗯 都希望有一個好一點的發展 嗯 那今天其實你來到這裡是做什麼的 在弘大陸 今天 咦 你也有份的 是 現在你介紹嘛 我今天就是為了我們新公司成立 就做了一首賀年歌 那今天就是拍攝MV的人士 聽聞這首歌裡面你也有份參與的 是啊 因為我們這首歌有大師角力行作曲 那當然是要交給這個 大師級的 大師級的 就是很榮幸他可以把這個歌詞交給我 因為其實我填詞的年資都不是很多 那也填開一些雙感的歌詞比較多 但是一些那麼喜慶的歌呢 那我就第一次填 那真的很多謝你 就是靚臻這件事交給我 又這麼信任我 因為其實Karisa之前也有幫我寫過一些作品 那接下來在我的碟裡面也會有她的作品 那還有我覺得她這首歌裡面有幾句都寫得很好 就是那個感覺不會太太… 好像以前的歌 太傳統 太傳統 就是她寫得很好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這首歌 那今天拍攝學年歌 穿得很漂亮 是不是積心打扮了 那你不如說一下你今天的打扮 其實你不如說一下你今天的打扮 其實你的調音是怎樣的 其實都沒有說很特別的調音 但是我覺得你的蝴蝶很有趣 像是煲胎一樣 假裝年輕 其實今天就有一個造型 其實大家都希望是有些紅色的東西 在你身上 新年 是的 而我一會兒會有一套小鳳鮮 那我比較紅一點 那變成我現在就希望穿上一套沒有那麼紅的 為什麼要穿上一套小鳳鮮 我知道這首歌裡面其中有一個位置 就是你自己在發揮的 那我不說 不如交給你和大家說這首歌 其實是剛巧我們在試麥克風的時候 我就在亂唱 那我自己又比較喜歡扮一下小鳳鮮 那些聲音 我也唱得不錯 那另外就有監製在這裏 那突然間說 咦 OK啊 不如一會兒就錄這句吧 那到時我想到到時那個MV就用回小鳳鮮 因為一般的賀蓮歌的感覺都是很傳統的唱法 那我們相比加有一點pop之餘 那又可以有一點傳統的東西在裏面 那剛剛Karisa那時候就玩了一下 突然間一撞了出來 咦 大家聽起來都覺得OK啊 因為那一段其實不是那麼容易唱到嘛 對呀 你有學過嗎 沒有 因為其實從小到大都聽過我媽媽唱得多 因為我媽媽是唱opera 其實又不是opera 是內地的樣板戲 那她就和唱了樂曲 那從小聽得多 變成自己又入腦了 因為都不容易唱 因為我知道樣板戲都是另外一個不同層次的東西 是啊 他們說現在的opera就是會有很一人一支咪 上次我知道我媽媽喜歡鄧麗君 然後跟她看了一個舞台劇的愛上能力君 那她就說 她就說 我們以前啊 做這些舞台劇啊 我們沒有說一人一支咪的 是一支咪在中間 就一支咪的了 全部人都是靠過一支咪的了 所以你說話小聲一點都聽不到的 那現在的歌手真的是 尤其是我 真的要好好研討一下自己 原來以前的前輩都是這麼厲害的 還有這首歌 我媽媽也有份幫忙 是啊 沒錯 沒錯 我記得我當晚跟伯母 她一唱的時候 其他那些都可以先睡一會 因為她的聲音實在太響 而且高音很漂亮很通透 我相信她應該是練了很長的時間 她從小時候開始練了 她說她一天光雞蹄 牙都未刷就開始練聲了 但是就很可惜她就自己 平時唱國語歌多了 她自己廣東話不是真的太好 所以這次唱廣東歌的和音比較困難一點 我覺得對她來說 我也是第一次聽她唱廣東話 厲害 所有鏡頭後面的朋友看到之後 都要好好學習和Auntie這些厲害的東西 除了這裏之外 還有一點時間 不如說給大家聽你接下來的工作方向 會怎樣 接下來會出一首自己創作的唱片 主要的歌曲都是鐵字的 可能中間有一幾首會自己作曲 希望可以有另外一個形象給大家看 也會繼續在烹飪方面學習和創作 希望到時可以出到烹飪書 好 一起跟大家說再見 多謝你 拜拜